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正式官宣禁组得嫌紧致。 导演曝光选择肖战原因,值得信赖。 内娱三大佬曝光肖战合作历程。 近日,肖战从北京出发宜昌禁组得嫌紧致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榜,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。 肖战正式官宣禁组得嫌紧致给了所有的小飞侠最大的惊喜,非常开心。 值得一提的是,作为导演的孔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得嫌紧致,无形中曝光了选择肖战的原因。 饰演技值得信赖的实力派演员,肖战的加入能够带来不一样的效果,非常符合导演的价值选择。 据悉,青年演员肖战正式官宣禁组得嫌紧致,肖战本人已经乘机从北京到了宜昌。 可以预料到,接下来的肖战,会陆陆续续公布肖战得嫌紧致剧照和拍摄幕后,安心等待即可。 另外导演孔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曝光了选择肖战的原因,演技值得信赖。 作为一部非常复杂的电影,肖战的加持让导演有信心为观众们带来精彩表现,不见不散。 内鱼三大佬曝光肖战合作历程,主动向肖战递本子,实力读一档。 近日,网上有媒体曝光了内鱼三大佬和肖战的合作历程,包括徐克、郑小龙和侯洪亮。 对应的作品分别是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藏海传》和《得嫌紧致》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三部作品都是制作班底主动向肖战递本子,都相信实力读一档的肖战。 甚至在网友们不看好肖战的情况下,依然坚定选择肖战,对肖战的信任程度可想而知。 据悉,内鱼三大佬曝光了和肖战的合作历程,徐克、郑小龙和侯洪亮都是主动给肖战递本子。 希望可以和肖战合作,肖战本人也从来不耍大牌,看见适合自己的角色和剧本,肖战欣然接受。 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演技和实力独一档,剧本非常多成功的因素,演技精湛,拍戏敬业,号召力大,人格魅力足等,这些都注定肖战会成为香波波,让很多大佬争先恐后邀请合作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,希望肖战藏海传和射雕英雄传早日和观众朋友们见面。 特别是射雕英雄传,全球同步上映,还运用了非常多高科技拍摄手段,肖战挑战全新形象的郭靖。 看点十足。 除此之外,肖战得显紧致看起来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,目前并没有官宣,希望肖战顺顺利利。 总之祝福肖战,是值得期待和信赖的实力派演员,专注于演艺事业的肖战,相信接下来的肖战会越来越好。 希望肖战坚定脚步,不忘初心,不管遇到什么困难,都不要放弃。